各位朋友 聽說在桃園的赤山鄉 這片深山裡頭 藏著一種 從很久以前到現在 一直都是 而且這張極品 聽說已經流傳了四千年 在日本時代 大家都非常喜歡 只是很少人知道 它到底長什麼樣子 而且到現代 數量越來越少 價格更是節節飆升 到底在這深山裡面 這個極品藏在哪裡 我們現在馬上就去尋把去 LIKY LIKY 既然有這麼好康的事情 又關係到賺錢商機 那我們三百六十號 向前衝怎麼能放過呢 現在就潛進復興鄉山區 找那個傳說中的極品 極品我們來了 有沒有看到 裡面好多木材 我們要來找極品 結果 不會剛好看到人家三老鼠 在倒採木頭吧 好凍喔 先收證 小姐妳在幹嘛 大哥我跟妳說喔 妳小心喔 我已經報警了 三老鼠妳偷採木頭 小姐幫幫忙啦 我是正當的商人 這都合法用買的 妳不要騙我 我跟妳講 我已經拍照下來 我都純粹嗎 那妳採這件木頭要幹嘛 其實我跟妳講 我做最極品的東西 一定要弄的 大哥 我聽說在這個山裡面 有一個流傳幾千年 然後極品中的極品 它一直很紅 它數量越來越少 會不會是妳的東西啊 這沒錯就是我 哎唷 喂呀 正所謂不打不相識啦 但是憲民提供的線索 找到這裡來 還以為碰上的山老鼠 沒想到耶 這個誤打誤撞 給我們逮到了極品達人 到底阿雄哥 引引為傲的極品是什麼呢 當然喔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啦 要幫忙他工作 確實一定下不了的 阿雄 你約我來這裡 然後你沒叫 你自己又在做什麼啦 我在處理雜菌啊 木頭裡面沒看到嗎 白白的 你是晚上沒有睡好是不是 對啊 拿那個沙蟲 不是沙什麼什麼 沙菌劑什麼農藥 噴...噴一下 整個廠都弄好了 浪費時間 不行啦 我做無毒的任何沙蟲劑 所有劑有都不能用啊 你站起來 你會算數吧 會啊 你看像這樣子的木頭 除菇大概一個場合幾隻啊 這邊超多 三百多隻 一個場三百多隻 對啊 對不對 然後你要三百多隻 抱著木頭用一個湯匙 這樣勾...刮整隻... 當然是有祕密武器啦 用什麼 嘿嘿嘿 大哥 槍口不要對 槍口不要對 是嗎 他幫忙 用什麼 噴槍 大哥 這樣才對嘛 不然又要幫忙這個 一大片三百多根木頭廚具 用這個小小小湯匙 要做到民國幾年啊 小湯匙給你用 這個強大火力的噴槍 就給盈盈來用囉 大哥 打火機給我一下 為什麼要拿打火機給你 你這個這邊白白 這邊也是雜菌 燒掉啊 不是啦 你看到 那個是銀耳啦 你們來看過嗎 人家銀耳就是白木耳 白木耳就是那個大大朵的 你覺得這個拿一丁丁點點 長得像 像藻類一樣的東西 怎麼會是銀耳 這個很貴嗎 這個喔 還好啦 大概我賣 大概是兩... 一台金是兩千四啦 好 一台金兩千四百塊 好高級的東西耶 不會啦 因為這種 沒人在賞 沒人在賞是什麼意思 因為 全亞洲 亞洲很大 對啊 找到了 找到了 阿雄一一圍繞的極品 就是這個用斷木養出來的銀耳 大家可千萬不要以為 它得長到跟一般白木耳這麼大 這樣小小的一朵就可以燒成了 所以這個也是可以採的大小 對 對 差點把它燒掉了 在裡面燒 真的是 這個有人指定要的 誰啊 日本人 日本人來這邊 把你整個場的銀耳包起來 就是他覺得這個對身體很好 那瓶子都這麼油 沒有了 很要研究 研究 沒錯 阿雄除了用斷木種植 粿桑桑的銀耳之外 當然也用斷木來種植 被神農本草經所記載為 上藥的靈芝 以及那樹枕菇 白被黑木耳 不過要讓銀耳 靈芝 樹枕菇 黑木耳 通通都生長在斷木上健康長大 這一根一根的斷木 可是有阿雄的獨家祕訣 大哥 你這是什麼木 這個野橄欖 你用來培養那種極品的 是只用這種野橄欖嗎 不一定 要看樹 可是大哥 據我所知那個 每一種木頭它的那個材質 味道 軟硬 什麼都不一樣 你要培養那種極品 隨便打一種都可以 沒有 不對 這叫還有分 我還是要看 看我要種什麼極品 所以是不同的木頭 可以培養不同的極品 對啊 沒錯 說到這個台灣 用斷木來種植工具類的技術 就要向日劇時期的日本人 說說ありがとう 他們在1909年 引進日本劇種 和種植技術來台的 至於那個要選用什麼木頭呢 大多是蜂箱 相似樹 樟樹等不同木頭 而這些木頭上 當然還有一個大工程要做 不要握緊 妳先不要扒木頭上面 好 我先扒木頭 我打開了 你覺得怎麼樣 轉速好強喔 對啊 轉速很強對不對 這台是兩萬轉的轉速 喔 是喔 對 那你先示範一次喔 我們示範一次給你看的 好 大哥 我看你挺矯健的嘛 當然啊 我看你這樣打 你間距都打得很準耶 對啊 你有算 你有算這樣一拍要打幾個嗎 大概22個 你真的有算啊 那這樣一圈要打多少個 600個600個以上 還好吧 真的嗎 我信你 確定嗎 我覺得還滿有機械天分 對啊 你在看啊 可是你這樣打 你有湊開嗎 還是你是一起 有湊開啊 找洞洞喔 菱形的 菱形的 這樣… 對… 那是就打菱形的 交叉… OK… 是第一 就是在一個斷木上 打上600個左右的洞喔 真不知道 銀明是哪來的自信啊 還給我自告費用來打洞喔 我先跟你說好喔 這個洞跟洞之間 幾乎是等距離 這樣那些郭君大爺們 才有足夠的養分長大成人 至於這個打好多的斷木上 總是得住進那個湯吧 東西要這邊啊 這長這樣子 蛤 哎呦 又像木屑又不像木屑 軟綿綿的 對啊 然後它要怎麼住進去 這要的工具 這…這用到這麼特別啊 對啊 這要怎麼用 我示範給你看嘛 你先拿好備掉喔 好… 看清楚喔 這要塞緊要弄四四到五次 這樣子 所以這是… 像高壓一樣的那種 對… 好像打氣筒 對… 要試看看 好啊 這樣子 對… 1…2… 哇…好有趣喔 對啊… 好玩喔 蠻好玩的耶 對啊 好啊 再來 掉不下去了 對 就是再來大力一點 很難耶 木屑裡面弄正 斜掉 好 真的耶 這已經變得像軟木屑 一樣是硬的耶 所以要把它整個塞到裡面就對了 對 好的 那個它就是這個 像木屑的菌種啦 到底這種菌種 有什麼獨家秘方呢 阿雄說什麼都不敢說耶 除非瑩瑩跟它來一場 直菌比賽 贏了它 就大方公開菌種秘方 我們過360的像年聰 實驗過各行各業 今天阿雄大哥 居然要向我們 下贊 鐵 我打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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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看阿雄 你打幾個了 三個 你打三個了 誰啦 來 拿手 拿牌在… 我會打完喔 什麼東西 手好痠喔 我打扮你 我的手 聽不起來了 沒力了 沒力了吧 我沒力了 對啊 你知道我多辛苦 一個動一個動這樣子 不是我真的要講一下 你真的很厲害 你不要以為這樣好像很輕對不對 這個東西它其實有一點重量 它就像那個女生 拿那種比較輕的啞鈴 對沒錯 你要一直做這個動作 然後回來這隻手 再這樣一直敲 我敲四個 我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已經舉不動了 然後這個東西 你的手已經舉不起來 各而化你一隻木頭 你要打四百個到六百個 這樣進去 我沒錯 這太強了 這真的太強了 我只能說 想要知道這個蜜蜂的人 自己來找阿雄挑戰挑戰 累累 果然叫達人的人 都不是叫假的啦 執具好的特務 來有一樣很特別的工作 要進行喔 蛤 我把它打進去 它住在裡面 然後我又把它封住 對啊 哇塞 滿滿的 很多吧 哇 阿雄 這裡的好大喔 這是我的主持人家 哇塞 這滿好耶 新鮮的要三十千塊 好貴喔 跟吃蔬菜一樣 對 好好吃喔 蛤 我把它打進去 它住在裡面 然後我又大把它封住 就是這樣子做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沒有 防止它有一些 外來的雨水進去 這蜜蜂聞起來甜甜香香的 你這個調過 所以根本就不是只有蜜 你看我就知道 那裡面還有什麼 不能講 借我偷偷聞一下 好 我剛剛就一直覺得奇怪 怎麼有個甜甜的那種 像焦糖還是什麼 麥芽糖的香味 這東西一定有吃的 還是什麼在裡面嗎 這裡面就是它的配方 有配方在 就聞不出來 它聞起來是好吃的東西 對 但是聞不出來 聞得出來 我就被它學走了 也是 好 算你厲害 對啊 不就還好我夠聰明問你 不然我傻傻真的以為這是蜜 對啊 這個阿雄 口風真的很緊 經過已經三番兩次的套話之下 它還是不說那個蜜的秘方有什麼 說到蜂蜂作用 除了防雨水滲透之外 還有要防止其他雜菌生長 在溫度24到28度之間 空氣相對濕度80%左右的環境之下 經過三百天左右的滋漲 就可以收成了 滿滿的 這種菇是什麼菇 我們叫 踩下來的話 我要怎麼看它的大小 隨便踩一朵給我看 我教妳 我們這樣看是叫九分開 九分開 對 再進去一點就要八分 大概算八分開 你是說外面這一圈是不是 往裡面折進去 對 所以其實這邊看起來 妳看到我都全部要踩了 都捲進去了 對 為什麼要趁它捲進去的時候 踩不得它全部張開 變大再踩 變大不是看起來比較大 不是啊 變大它裡面的營養價值就不好了 又不要不好吃 是喔 原來如此喔 來吧來吧 動手踩香菇囉 每年的十月到隔年一月 是阿熊斷木香菇園 最忙碌的時候 浪克啊 你一定很想問喔 那個斷木香菇 和太空包種植出來的香菇 又是怎麼分辨的呢 現在就請仔細聽囉 新鮮的就這樣子嘛 我們太空包的地有剪嘛 對啊 一般太空包都會把那個地剪掉 就不會這樣長長的 對 我們斷木的沒剪 是喔 所以基本它有留下地的 大部分就有可能是斷木的 對 沒錯 對 你會看到有毛毛的 這個嗎 對 是毛毛的 一般的太空包不會有那個 對喔 我們一般在外面看到那個香菇 都很平滑 然後大概就是一種顏色這樣子 像這種 像寶貝一樣 應該就要放著給它長吧 沒有啊 斷木的本來就大小不一樣 有大有小啊 因為它是最天然的種吧 所以長在斷木上的香菇 不管大顆小顆 我只看它這個 傘包進去包多少而已啊 對啊 所以不看它長得多大顆多小顆 不是啊 所以我如果出去外面買香菇 有那個大小故意的 但是傘包起來都差不多 就代表它就是斷木 對 還要有地啊 對 還要有地 各位朋友有聽清楚喔 斷木香菇的特徵就是 不是剪過的平地頭 再來呢 菇傘要有這樣毛茸茸感 最後就是斷木香菇會不一樣大小 當然那個價錢也是不一樣的囉 一般太空包香菇 一斤要在150到250元之間 這個斷木香菇啊 一斤就有300到400元的售價耶 阿熊 這裡的好大喔 這是我主持人的冬菇啊 非常好 冬菇怎麼跟我一般在市場上 看的長得不太一樣啊 當然嘛 我冬菇是比較平 你注意看 平面的 從中間到旁邊都比較厚的 這麼厚耶 新鮮的要三十千塊 好貴喔 還好吧 好貴喔 日本進口的牛馬還貴 可是這個你知道一般的那種干貝 買到一斤兩千塊就算了還不錯了 對啊 所以它比干貝還貴 沒錯 哇... 這個斷木的冬菇真的是很有看頭 光是這樣子新鮮冬菇 一台金就要價三千到四千元之間 真不愧是天然的最好 當然啊 無毒價更高 不過呢 種植斷木香菇最怕 天現在那麼冷 都要洗澡睡覺了 阿熊還不好幾塊來 是不是啊 很冷嗎 很冷啊 阿熊阿布 怎麼了 怎麼不睡覺 緊急事件 發生什麼事 不覺得天氣這麼潮濕嗎 下大雨 下大雨當然的 要很緊急 怎麼了 不然 我香菇開花 賣相就差了 香菇開花 對啊 所以現在要幹嘛 現在趕快去採香菇 是喔 對啊 所以趕快走啊 走 我哪會開花啊 走 趕緊走 來去搶救斷木香菇 下雨天 到底會讓香菇開什麼花 瞧一瞧變枝小 阿柳花 有啊 變平了 這叫開花 所以你說的香菇開花是說 我們早上看到 是這樣子圓圓的對不對 這樣子圓圓 它現在已經長開 長成變平的 對啊 就開花了 所以我們趕著來 就是要把這種 已經打到九分開的香菇 趕快採下來 對 沒錯啊 不然打開開就糟糕了 面相就差了 讓阿熊跟阿布又要吵架了 真的 真的假的 真的 這收成關係就苦苦嘛 夫妻倆兜兜嘴 也是在所難免的啦 其實三年前 兩夫妻還在保險公司上班 有一天 阿熊決定回到復興鄉 來種植燉木香菇 兩個人開始從一路的門外 和跌跌撞撞 直到今年才小有成績 為了圓阿熊種植 段木香菇的莫 夫妻倆和自己的兩個小寶貝 還分居兩地 家裡那兩個小朋友怎麼辦 很心疼他們 沒有辦法想要陪伴他們身邊 我說有心得這麼痛嗎 小孩子怎麼長大都不知道 妳有真的就是氣到那種 就是包包收好 行李拖著就走人嗎 有那個念頭 但是 其實我 強忍著對孩子們的思念 他們要用無比堅強的信念 用不斷求進步的技術 來讓他們的段木香菇園 闖出一片天來 好和孩子們一家四口一起生活 你看 香菇炒肉絲 炒黑木耳 炒三鮮香菇 當然重頭戲就是這個 暖哭哭香噴噴的 香菇雞湯 哇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炒的那個冬菇 對 沒錯 煮起來看它這樣肥肥嫩嫩的 對不對 你這個菇 你知道它那個咬下去有沒有 外面看起來它是很厚實 然後很紮實 可是你一咬下去 它裡面那個香菇的汁是 就是一般你吃那個香菇雞湯 大部分你吃到都是雞的味道 對 沒錯 你這個香菇雞湯 大部分是香菇的香味 雞變成是提味 對不對 對啊 好厲害喔 說得真好 說得真好 這個段木香菇 就是有那個非常濃郁的香氣 在山上長大的土雞培沈之下 這個香菇雞湯 更是鮮甜的不得了 至於街道快炒紅蘿蔔絲雞丼 和段木黑木耳 又是什麼樣驚為天然的滋味呢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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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很脆 好好吃喔 真的對平種不同喔 不同的平種 它這個它不是那種厚厚的 可是它薄薄的 你不要看它這麼薄 它那咬下去脆度很夠耶 而且它有甜味耶 那… 它在黑木耳裡面基本上只有 紅蘿蔔 四季豆跟黑木耳 其他那些你知道什麼蔥什麼 都沒有加耶 是不是 沒錯 就這樣子 它的味道就非常非常棒 它的辣得太讚了吧 很好吃的 脆脆脆 沒想到這個段木黑木耳的口感 是如此的爽脆 讓銀式一口接一口停不下來 當然 新鮮冬菇經過快炒之後 那香氣依舊非常迷人 口感很鮮嫩喔 冬菇真的很厲害 你跟一般的冬菇的新鮮的 口感不太一樣吧 不一樣 一般的冬菇咬下去是比較硬 對 比較扎實 可是這個冬菇是外面 它有一個基本上的那個扎實感 可是一咬進去之後 裡面是很嫩的 真的沒騙 我的媽媽咪啊 這個段木香菇 果然有它獨特的地方耶 不僅是香氣逼人 口感十足 或是那段木黑木耳 有那吃蔬菜的爽脆口感 再再都可以體現出 阿布阿熊兩夫妻的堅持與用心 當然他們也為了推廣自家 香菇園的好產品 不只辛苦跑遍各個大小市集 小姐可以試試看我們 非常新鮮的香菇喔 對 真的很香 還不錯吧 對 對 要不要煮個雞湯看這個香菇 你看多漂亮 妳看 對… 自己種的有沒有 我的是段木香菇 跟一般那種太空包 這個完全都不一樣耶 還不錯吧 要在乎 說實在話 阿熊阿布兩夫妻 為了圓段木香菇園的夢 付出了很多的精神和體力 雖然他們還在不斷的努力 要補回前兩年的虧損 但是看到他們齊心協力 一起往前 為未來打拚的樣子 我想這也是我們 三百六賞向前抽 要跟大家分享的打拚精神喔 看你們兩個這樣 真的是很辛苦耶 對啊 滿辛苦的 從種開始 對不對 然後木頭在那邊打動 然後在那邊持聚 風 然後在那邊每天晚上 像顧嬰兒一樣這樣顧 顧到連小孩都沒有顧 可是香菇又顧得 長得大大的這樣子 對 所以其實很多事情都這樣子 要開出來的事業 從無到無到無 它非常亮難 很多其實那天我相信 也是這麼這麼辛苦 可是從你們身上 我看到真的超級堅持不放棄 真的是努力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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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努力 希望你們之後 這個部部事業會更穩定 終於有時間 可以回家好好跟我們小孩 這樣到達了 一定要